同心協力 让爱延续 由跆拳道选手 登山协会成员 与篮球队教练等体育界人士组成的教育团 让选择在最后一天 登记争取连任的基隆市议员 同志委非常有信心 希望有机会继续监督市政 为民谋福利 四年前的今天 我们也是选择在今天登记 那今天刚好是下雨的日子 我们基隆不缺水了 我想今天就是一个登记的好日子 除了同志委 包括争取连任的中政区 市议员南敏黄 仁海区市议员庄龙青 以及安乐区新人许超胜 及参加原住民市议员选举的王尚杰等 都选择在9月2号完成登记 令人意外的是 暖暖区市议员王省之决定不再争取连任 改推团队成员陈冠宇接棒 根据基隆市选会方面的统计 这一届市长选举共有5人完成候选人登记 市议员则有56人 其中以安乐区13人参选人数最多 里长部分全市有287人登记参选 七路区有一里5人角逐竞争最激烈 在完成登记收件后 接下来将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等 预计10月21号举办号池抽签 111年基隆市第19届市长第20届市议员 第22届里长候选人登记 已经在9月2号5点半截止登记 那接下来我们选委会会将候选人名单来做审定 那定在10月21号进行市长及市议员的候选人的号池抽签 记者张旗藤基隆报道 我现在不准确认可休息 我现在不准确认你